葡萄牙齊了里斯本以外 還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比方說我們會去看那些 舖酒造舖的… 產區 第二城市, 里斯本以外的第二城市 還有這個這麼漂亮的古城 保存得很好 好像童話世界, 我覺得 應該要好幾百年了吧 應該…走吧 好 來吧, 我們來到歐坡堂禮 很熱鬧 這是葡萄牙的第二大城市 Port Bort, 又是不走的意思 對, 就是這裡來的 又是海港的意思 這裡除了葡萄酒之外 應該也有很多好吃的吧 有…我們旷塞吃水 去街市… 當然要, 這是最重要的 博利良市場是位於 波爾圖市中心 最歷史悠久的街市之一 國內生果、肉食 量油、雜貨都是一應俱全 當中有不少是我們平時很少見的 好, 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是塑料袋 什麼? 還有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有見過 做臘腸是什麼 這個就是腸椅 腸椅 很粗 這個浸水, 浸了就灌進去 一浸水浸了就淋進去 這個可以自己選擇 想灌什麼腸也可以 是…這些比較自然 那些就是人工 牛皮膠煮出來 這個…我知道街市, 我走這麼多街市 我沒有看到一個街市裡 有一個美容院 對, 可以塑髮, 可以做臉部 這樣專門是給太太的 購物館後, 買完送椅 有一點時間快點去 塑髮好髮才回家, 是嗎 我想老顧客應該是這裡賣菜的太太 這個…這個好 這個是花, 蔡先生 對, 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是蒜頭 穿著蒜頭會開花 這麼純潤嗎 很高 其實是否我們在家裡 把蒜頭… 又可以這樣 它也不會長這麼大棵呢, 蔡先生 我…沒做過 你可以回去嘗嘗 嘗嘗嘗 發明一個新品種 這個我喜歡… 這個真的很少見, 第一次見 要是買一個送給你 好, 原來就是… 我們看來看去的菜三湯 原來是什麼? 原來是這些送來的 這麼大塊的原來 有這麼大片葉子的 這個已經是機器了 像煙絲一樣 雖然手動, 但我覺得挺快 對, 我覺得 看有沒有些菜味 這個來煮湯 很新鮮, 一種青菜味 是… 水都載出來了 菜三湯 香… 有的菜香 花很香 是 清爽 青菜, 新鮮的青碟味 隔壁是賣底褲的 有的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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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的菜香 我覺得他們不喜歡小節的 什麼都可以的, 加成… 盡其用 什麼都可以買到 對 什麼都可以 這些麵包 真是死人了 好像很硬 很硬 很硬 像石頭 這些就是用粟米 完全粟米 其實我也吃過粟米做個蛋糕 但麵包也是第一次見的 對, 這裡不算多, 還有一道 一看就知道… 我們一看就知道好不好吃 這些鴛肉麵在裡面 這個…蘋果派 好, 這個是國王蛋糕 這些是輕輕的, 風一吹就飛走了 對, 但好像很硬 對, 真的很輕 好, 我們嘗嘗這個 好, 我們買一口 試鴛絲, 我給你一個辣辣 覺得很鬆軟 對, 但為什麼可以這麼輕 很漂亮 很標準的蛋糕 好, 下面還有糖粉 還有一些果譜 塗一點點 這個像你的脂巴蛋糕 還是這個好吃 好, 這個像你的脂巴蛋糕 我覺得應該是最原始 最經典的好吃 來到波爾圖當日 適逢是節日兼假期 街上放了不少攤檔, 非常熱鬧 我們一邊走一邊看 蔡先生好像找到深水 好, 很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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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南美洲那裡的東西 這些是樂器來的 牛骨 對, 牛骨, 樂器 這些都是樂器 這個… 這個怎麼用呢 這個很有趣 第一次 唯有一個可以懂得玩的樂器 就是這個東西 因為你根據這個樂器就… 這個泡挺好 這個很香 跟我們的古蹭有緣分之妙 蔡先生 單紙簡單多了 對, 跟著他彈 跟著他彈就對了 在波爾圖 當然想嘗嘗傳統口味 蔡先生帶我們來到這間 吃牛肚非常有名的餐廳 普通人煮的牛肚 不知道又是怎樣的呢 嘗嘗就知道了 這個葡萄牙人 也是有吃內臟的文化 這家店專吃內臟的 是什麼內臟呢, 蔡先生 這個是牛肚為主 加些香腸、豆、雞肉 意大利人也有這個傳統 在美蘭的街邊 大埋檔也有買牛肚 其實歐洲人有很多吃內臟的習慣 窮就吃牛肚 一搶就吃內臟 對, 然後就燉一大盤 這樣如果一吃內臟 這個人窮又有錢 他就慢慢發明怎麼做 我們那些牛雜 老實說, 比這個好吃 嘗嘗… 天天吃肉、蝦、魚 今天吃內臟 非常好吃 是… 入夜之後, 嘉年華的氣氛 充滿整個波爾圖 慶祝一年一度 盛藥、漢節的活動要正式開始 台先生, 我們今天一人一個 隨便帶你去哪裡玩 這是一個叫神韓的節日 打賭就是祝你好運 好運… 好運… 以前是用蒜頭髮 這樣給人家聞一下 也是祝福人家好運 對 現在在介紹 現在變成這個暴力一點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 對 這樣也不錯 我們快點去祝福人家 我們快點去出發 對… 誰打過我 每年六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 都是波爾圖慶祝 正有漢節的大日子 所有人都會帶著玩具鎚子 肆無忌憚 敲其他人的頭 用來祝福對方 我們當然也收到不少祝福了 多晚市中心充滿派對的氣氛 連賽山都聞歌起舞 大家都盡情享受節日的歡樂 很棒,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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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斯文, 你最喜歡的 最斯文的 這個我比較喜歡的 不是, 比較喜歡的 油炸鬼跟我們一樣 這個我們現在做吧… 我們看他吃 很棒 我們買漢堡包就是茄汁 這個芥末, 這個忌廉 這樣搓一搓 像搓牛奶一樣 幾十年好吃了 看他怎樣吃 自己這樣賺賺, 賺賺 他就變得越來越大了 我當初最懷舊的小食 對, 怎麼吃 很厲害 幸福了 好美 好美 可以擋住人臉 可以擋住人臉 好美 入口即化, 這個才叫入口即化 這個食感很美 我覺得有表演給我 摸在手上很像真正的棉花 對 現在老人來了 哪裡有 不是, 還是什麼 就是現在喝火 淡乾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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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淨 在波爾圖的金融區 有一間非常有名氣的高級葡國餐廳 老闆兼總廚Miguel 一早為我們準備好 隨時可以上菜了 這是蟹魚 這是蟹魚, 蕃茄, 橄欖油 這些普通話的豆 我們開始了 大家好, 乾杯 這個蟹魚還保持鹹味 這個材料本身是看你習慣不習慣的 因為我們是習慣新鮮魚的人 明白… 這些魚已經擠了, 醃過, 拆乾 拿回來再洗乾淨 再煮 所以這個… 你說的鮮味從油 第一, 已經比較難得 難得 對 它用傳統方法做 是否適合口味是另一回事 看到它比心肌 對, 這個是用黑橄欖和麵包糠 一起做成的 這是一種意大利人吃的 一種生菜模式 我覺得橄欖的味道很重 你這樣吃吧 你會不會誤出一個道理呢? 這個道理就是這些所謂的 是一個比較最近有名的廚師 新的派 為什麼會變成有名的呢? 它的道理就是 以前那些人煮的, 全部都是大飯 你一忽然間又有小小塊 這個影響是…哪裡有影響呢? 應該是日本人影響的 現在我展示給你黑橄欖 黑豬 這個是燒的時候, 燒到一半, 停了 令它的血走開的時候 再開一口 翠昌, 你對它們兩個走 你覺得怎麼樣? 不像加州紅酒, 酸到… 對 好像醋一樣 有時候喝到紅酒 它們外國人有一個營養詞 就是酸到你的胃圍穿一個洞 穿一個洞不要緊 穿到海底也有一個洞 這樣直穿了, 這樣也要酸得很厲害 對, 最好酸 證明真的很差很差的葡萄酒 才可以這樣 是酒還是醋呢? 是硝酸 要數葡萄牙最有名的酒 當然非搏酒莫屬 杜羅是盛產優質葡萄的地方 這裡除了有很多葡萄園之外 還有一個個歷史悠久的酒莊 這間在十八世紀時建成的古老大宅 就是當地一個非常著名的酒莊 來到葡萄牙這裡, 真是葡萄 葡萄牙是葡萄牙的最好的種類 所有葡萄樹都是主要做葡萄酒的嗎 葡萄酒是一個過程而已 基本上是用葡萄牙去做酒 在葡萄園裡面 種了十五年和五十年的葡萄樹 那兩種出產的葡萄質量不同 而做葡萄酒用的當然越漂亮越好 跟法國最大的不同 就是這些樹差不多有五十年了 所以牠種得很疏 這樣沒有種植物, 那些蟲傳過來 就比較少 普通法國人都會種玫瑰花 看玫瑰花, 如果有蟲 就知道有沒有病理 牠們這些野花不是來看的 就是預防, 牠不等到蟲來咬 牠才來治癒牠 這些老鼠做出來的葡萄酒 是比較漂亮的 這天, 一群工人就正在樹 忙著修剪葡萄樹 做足預防和護理的工作 葡萄的質素就保證了 而蔡先生就在葡萄園附近 找到一棵很特別的樹 這就是橡木樹 每九年, 這些皮就會長出 生出這些皮 皮就可以做了一個一個的木塞 全世界酒瓶裡的木塞 有七成半是在葡萄牙種的 親身可以摸到這個木塞樹 這次也是第一次 參觀完酒莊 好, 還是時候享受一下葡萄酒 好, 這隻葡萄酒喝得出天然的味道 有些葡萄酒價錢較便宜 但是一喝就像吃口糖 普通的甜酒是2005年好一點 這隻是2005年好一點的 這個酒莊出的 在葡萄牙, 這個是年份 非常好, 謝謝… 謝謝… 祝你, 祝你, 祝你 祝你, 祝你 祝你 快一喝, 還是生一個 走廚做死端 你吃得到嗎 血液得到, 吃得到 有一點吃嗲 他們吃得到, 吃得到 吃得到, 吃得到 你吃得到嗎 你吃得到嗎 吃得到嗎 就吃得到, 吃得到 吃得到, 吃得到 吃得到嗎 吃得到嗎 這個雞翼, 整個雞腳, 雞內臟也有 怎麼樣?你們要煮什麼? 我們… 這麼多樣子, 像雞翼而煮 雞翼 也是, 我也猜到了 好了, 我們又開始 兩位煮菜的時間, 開始了 首先要將雞翼起一起 從這個位置切開 然後用刀的後面這個位置 就是這樣移動, 移動一些肉出來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很小心地燜這個 然後就將這些新鮮的香蠅 很小心在中間這樣穿過去 就完成了一個 鏡子, 你怎麼樣? 首先, 雞塊洗乾淨以後 好, 開始乾淨 我們準備一瓶涼水 對, 凍水 好, 把它倒在鍋裡 然後呢 加一些八角和花椒 八角的花椒 還有生姜 生姜 然後把洗好的雞塊放進去 跟涼水一起在火裡煮 用涼水用凍水來煮 要不然一直在熱水裡煮 雞肉容易變老 口感就不飽了 如果用水來煮的話就會滷了 好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醃一醃 好 首先會用花雕酒 加一點酒 加一點芦草 還有加一點生抽 再加一點生抽 加一點生抽 另外, 需要加一點加力 令它更入味 之後再加上香蕉 加上香蕉 是很多時候煮西餐用來醃肉的 方法就是這樣向後移 把全部移下來 這樣就可以了 還有可以加一點生粉 這個時候就可以拌一下 醃一下 之後就拿去鍋裡煎一煎 熟了 把它煎的顏色變黃 這個時候就像剛才的大蒜和生薑切好的 白蒜 去吧 花雕酒 落酒 然後就是非常重要的啤酒了 啤酒就到半瓶就可以了 湯中啤酒 如果是很多雞翅的話 就可以考慮到一瓶 對 剛才我們煮過的這個 雞翅的水就可以撈出一點 鮮頭的雞湯 對 很鮮的 然後就燉一燉 好了,醃好這些了 對,醃好了 醃好了, 好 就可以等油差不多了 首先放一塊生薑 這個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可以放這個香茅雞翅 來煎一煎 就可以用一個蠻火 去慢慢煎香它 好香, 用來撐到放進去 好了, 接近雷聲了 外婆蜜翅雞翅 阿麻雞翅 對 這個就是今天我做的 外婆蜜翅雞翅 外婆蜜翅雞翅 好, 不知道變成金黃色 所以我們就可以拿一拿起 放在這些撒油紙或Tissue Paper 去鎖一鎖油 我這次用一個比較原始的方法 做伴碟 我將我今天所用的材料 原本就這樣放在這裡 我這個香茅雞翅就做好了 好, 現成 好, 來…試吃這個 剪吧, 好 好, 試試這個 好, 可以用手囉 用手囉 因為這個是用香茅 可以用手 我要 味道很濃 很濃, 然後就是剛剛好 很好吃, 謝謝 好開心, 我今天很有成就感 好了, 到處看 這個是一個大小大, 我要吃的 很辣 我就是一口 我最愛的, 如果要吃的 這間餐廳是當地第一間燒豬店 古法燒的乳豬起來脫脫脫脫 味道又好 原來醃製的時候也有秘訣 這是秘訣 秘訣是用乳豬來塗乳豬 這是什麼呢? 這是豬油,用豬油來塗乳豬 這是沒用的,用豬油加胡椒粉 加蒜頭,就這麼多了 這樣用豬油來塗豬 塗完之後就把它縫起來了 封肚子的乳豬就可以放進爐裡燒了 木材也很有講究 這是安樹,一個木柱邊一個平安的安 我加上另一種 好,這些就是種葡萄籽 葡萄的菌,葡萄的枝 兩種加上燒,味道才會好 好,這個整個鹿是通的 這些放下去燒 燒了,那些煙就會分成黑色的 怎麼會知道已經燒了沒有呢? 這個爐,那邊的邊已經開始發白了 表示它的熱度已經存在過來 裡面的豬差不多已經好了 差不多一燒,每一次燒十個字 好,五十分鐘以後,完成了 這種燒豬方法在以前家庭裡就有了 但是工業的,好像開餐廳 大量製作就是1949年開始 開始 火了很大? 腿還要滑膠肌 很香,它味道很香 非常好吃 嫩嫩的 好脆 本來外國人說吃肉燒紅酒 但是這間商店叫我們喝有氣的白酒 吃了這些很油膩的東西 就一定配上甜品的 我們現在是麥瓜湯做 麥瓜湯做, 切了一半就倒了 搓走進去 嘗嘗 這樣好吃 甜上加甜 清香得很厲害… 滿足… 品嘗一個正宗的葡式鮮魚豬 到了蔡先生和廚師切磋廚藝的時候 不知道這次他們選擇什麼食材做主題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豬肉 阿明, 我會煮豬肉 阿曼西會煮豬肉, 我也會煮豬肉 我做的是金沙排骨 金沙排骨 這個是中國人的傳統, 一定是出水了 好了, 把它焯好水了 出水了 對 把它放進雞湯裡面 放在雞湯裡面燉熟 我的老朋友, 阿明煮的 他也是同樣的食材 豬肉, 滾起來 這個有肥豬油 麵包, 辣椒醬 放些辣椒油, 辣椒醬進去 我們今天煮的也是很簡單的 好了, 我們用豬油 油已經溶了, 我們放進去炸 這應該慢慢熟熟 這個慢慢熟 我們要用油來做一個麻辣土豆 好了, 我們現在把辣椒粉倒進去 好了, 倒些辣椒粉進去 花椒粉 薯仔 麻辣豬油, 麻辣豬油 是四川的父母親最喜歡做給弟弟吃的 好, 輪到我了 我今天做的就是非常簡單的 叫做拜神玉 這樣就是這塊腩肉 但是我在這裡買到的不是太大的 那個油, 什麼不是太肥的 這裡的豬比較瘦 我們就拿你過來這邊 這裡我已經沸騰了一個上湯 拜神玉, 普通人家用白滾水去沸騰 但是味道沒那麼好 這個是上湯雞湯 雞湯, 我整塊放進去, 讓它煮 差不多10至15分鐘左右 好, 放點雞湯, 放點乾麵包 多加點辣椒醬 這個需要煮久一點 不是說一下就可以 雖然是麵包 好像煮奄餅一樣 好, 我們接下來這個步驟 是將蛋黃塗抹在上面 兩面都要塗才可以的 麵包可以了, 這些 撒開成功 好, 我們要這個廚師的豬油了 豬油, 豬豬油 我們的排骨份量很大, 所以… 要很多 對, 豬油也要的比較多 好 這樣, 來 好, 將它炸一炸 對 好, 這個就是我們拜院神 這個, 拜院神 普通的菜式, 最好是隔夜吃 這樣我們就切去一塊一塊 將那些肉一塊一塊放進去煎 好, 有點洞洞的, 就反過來 你會發覺我先頭一點鹽都沒放 沒放, 為什麼我不放鹽呢 就是因為我愛放魚露 因為魚露和肉配合得很好 有些魚的味道的話 這個豬肉就會比較上 就會複雜錯妝的味道 好, 放進去 白鯪肉, 就這麼簡單 好, 好, 放在這裡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 麵包, 豬肉, 還有辣椒醬辣 好了, 煎三八卦 完成 完成 這個只有三塊, 我們… 很珍貴 很珍貴 本來我自己煮的話會多煮一點 好, 好… 試試 我本來很喜歡吃排骨 所以怎樣煮, 我也覺得是… 這個, 嘗嘗這個 這個也可以放香薄荷葉 這個芫荽都可以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吃麵包 這是一種好方法吃麵包 好 你嘗嘗蔡先生, 這個 用手 但吃到肉的味道 這不是基本的 我們兩個都是很資促的 我們兩個都做好基礎的事 好了, 我們嘗嘗 大聲的 金沙骨 很好, 很好吃 不錯… 我聞到肉的香味 很燙 麻辣紅肉 隱隱藥藥, 很低調的辣味 吃蟹是慢慢滲出來的 好, 多謝,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來賓 這次葡萄牙之行 我們去了不少葡國美食的法源地 歐梅林就是其中之一 跟那個燒豬一樣 這個鎮 有一間賣食頭湯出名的 整個都是幾十間 這間餐廳是1962年開業的 是當地最老志豪的石頭湯店 做法傳統就是他們出名的原因 這間餐廳挺廣告的 這是麵包煙燥, 用木材來燒 這裡是燒烤肉 但是我們來這間 最主要不是來吃這些東西 我們來喝湯 這間店舖是吃湯出名的 我們一人一刀, 不用嘗嘗 每一個出名的餐廳都有一個故事 這裡也有一個故事 就是傳教士 來到這家人, 沒東西吃 用石頭去煮, 用石頭煮出來 就是這些美味的野奇塞 用石頭沒有關係 就是一些豆、香腸、牛羹 對, 像麵包一人一瓶 麵包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麵包比較像石頭 很有份量, 對 我們說得對, 這個石頭湯就是這個 對, 這個比較像石頭 對, 炒死牛羹 這支麵包一般都是濃濃的 對, 都是有很多東西的 夏天熱, 不會珍惜冬天的時候 這鍋熱熱, 這樣有個麵包 暖了, 馬上放 暖了, 暖了, 暖, 暖, 暖 可以吃… 很有特色 當然工事, 功称, 為此… 再試試看, 我now都是這個 我今天推銷次出的 古城內客宅的街道穿梭 欣賞城內的歷史建築 真的很寫意 古城內有很多值得參觀的地方 我們請蔡先生帶我們到處看看 看到葡萄牙 這些是我們觀察後 所以發現最多地方都有這些磚牆 我覺得像明畫 是 這是最有特色的 例如將一幅畫畫在竹磚裡燒了 貼上就可以保留很久… 不僅永逸 我覺得他們變成一幅藝術 是,這個可以將它發揚光大 到處都可以 很漂亮的古城內可以住人 這是一個圍城,圍城也可以住人? 對,裡面有一間很別致的酒店 如果來到這裡,一定可以住一下 我們都要開眼界 陳真是別的體驗 上去看看 好 整間酒店只有九間房 這個古堡改成的 真的不是每天都可以住的 不僅如此 這裡的套房更有特色 好,這個小小間 因為都是以前的建築 對,一個迷你很高 你看看這個窗 這麼小的? 是以前人家用窗來開窗的地方 有窗 所以… 這是加大阪的營動 不能開洋,可能沒辦法 但有它的味道 好,我室就在樓上 好,你上去看看 好,一條樓梯走上來 房子有點窄 一張大床 也有現代化的電視機、冷氣機 也舒舒服服的 跟著蔡先生到處去 最大的樂趣就是喝喝吃吃 來到Orbitos,不知道是喝還是吃呢? 好,你看看 這個多大粒,我的櫻桃 這裡這個區城省櫻桃 現在是當做時間,是不是? 當做 很肥膩,我覺得應該很好吃 櫻桃產得太多,就拿來泡酒 這家城的城省就是櫻桃酒出名 是,我們喝一杯 這是傳統,這裡出的櫻桃酒 對,喝一杯… 這個比較漂亮… 好可愛 好像雞尺醬 朱古力做個杯,很精緻吧? 很巧妙的一個小茶杯 一個鏡頭,是不是? 一個人,一個鏡頭 好… 小心,先試試 好了,可以吃吧 聞上去,有巧克力的香味 是,甜香加甜 我喜歡朱古力的香味,很濃 這是騙女生的好方法,蔡先生 我有跟女生吃朱古力杯 多喝一點… 你能夠出的香蕉很低 好… 在葡萄牙幾乎無餐都可以吃到芝士 在街市也非常容易買得到 本地出產的芝士種類都不少 不知道哪種是蔡先生最喜歡的呢? 這些是我最喜歡吃的圓形的芝士 我最喜歡吃的 就是外面脆,裡面軟軟的 可以用小孩子挖來吃的 這個是一個… 我的老朋友Ricardo做的 他現在很難得的 因為已經手工,不能做的 他現在把他們的家族事業 本來是人家大量生產的 把他們重新離焗 用最古老的方法來做這個 你到處看到這些羊 會生產這些芝士 因為這些羊,吃多一點也不怕 吃少一點也不怕 太陽熱也不怕,冷也不怕 所以很粗心 這些他們出來的羊奶才夠用 除了新鮮羊奶 做芝士還要用這種 掌滿指南跡翅的花 它是屬於食用計的一種 真是不說也不知道 這是花,漂亮 我沒有想到做芝士 是用這種… 對,有刺的花來做的 真是開眼界 這個製造芝士的方法很古老 從羅馬時代到現在了 當時或者是因為 放羊奶在花旁邊 像這樣跌跌下去,從這裡發明出來 把芝南跡的花翅曬乾 就可以用來做芝士的天然凝固劑 不如看看Ricardo示範 如何用古法來做芝士 首先把曬乾的花翅預先浸淋 然後隔了水來中碎 然後再加適量的水調勻 現在要混合 很精緻 再用部將雜質過濾 留待再溶 另一方面,海鹽已經準備好了 Ricardo用攝攝34度的羊奶 將海鹽溶出 然後過濾 再將天然凝固劑 放進去調勻 然後再將海鹽溶出,加熱烘焙 把羊奶保持恆溫的狀態 大概烘焙45分鐘左右 羊奶裡的魚脂和魚青就會分離 應固成芝士的初形 現在像豆腐一樣 豆腐花,我們做豆腐花 下一個步驟 Ricardo會將在芝士裡面 多餘的水分隔走 然後放進圓形的芝士帽 然後就可以放進發酵房 進行發酵 大概一個月之後左右 羊奶芝士的香味和口感 就會變得又濃又滑 好,將這個打開來 裡面是這樣的 好像這個很漂亮,很漂亮 好像形態一樣 如果這個就是這樣放在室溫裡面 一個月,一個月都會維持這個營造 過了就會乾了,乾了就會一片一片 就像餅乾一樣 像餅乾一樣 對,一片一片 對,一片一片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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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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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就吃不停的 這東西很美味 謝謝… 你好… 拿走蛋白,就是愛蛋黃 把這個樹蓉,滷點牛油 煮熟 煎一煎,露筍 露筍已經煮熟了 好,把樹仔蓉放在下面 來,這個蛋就不用太熟了 本身熟了 看起來很好 你喜歡,這次讓你嘗嘗吧 一起嘗嘗 好 原來這個樹仔蓉裡面 混合了黑松滾 對,這個真是我最喜歡吃的 這真是我的最喜歡的菜 謝謝 恭喜 又到尾聲了 這個時候一定會到的 對,在過往的十三集裡面 我可以跟著蔡先生 去一些自己沒去過的地方 或者重新認識 曾經去過的地方 都很開心,很難忘 真的是又難忘又難得的經歷 謝謝蔡先生 這次做了TVB 除了在香港播送以外 又在深圳的維持有得播出 太人性了 多些人看 對,希望有機會 還能和蔡先生和TVB一起合作 好,下次見,再見 再見 如果大家想重溫 這集節目的內容或者知道更多 歡迎上來這個網子瀏覽 而下一集 蔡蘭狂菜欄完結篇 蔡先生精選了從未曝光的 世界美食 和大家吃個痛快 街市琳琳滿目的食材 地道小食,環球美食 下星期一次過足本送上